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雷雷一家在英国的生活日常 昨天Timmie非要住在婆婆家,所以今天很早我就和老公过来了 婆婆刚起床,说今天会做我最喜欢的肉饼 要我老公问一下大家有时间的话,就都过来一起吃饭 你看我婆婆还带一个欲望,油炸的东西就是会把吃上的东西 好香好香啊,这是新的,又买了一个新的扎锅 好香好香啊,我先尝一个 这个婆婆炸的饼子,是这样的,里面全部都是鸡肉 然后放的有胡萝卜,还有那个香菜 好香,好吃,好吃 我知道,我告诉妈妈,不要煮 今天其实还有点冷冷的,今天 现在只会越来越冷了 婆婆这个还在等那个玉米成熟呢,我估计这个玉米长不下来了吧 不一会儿大哥和二哥也过来了 二哥是个运动达人,每周都会约朋友一起去踢足球 Timi可羡慕了,说等他长大了也要去踢足球 那是个运动达人,他不能看你,你在那儿 你咬着,他不看你,你在那儿 你不看你,你不看你 你不看你 你不看你 你不看你,我看你 我就是一个小朋友,在这里要跟看视频的新朋友介绍一下 奶奶来自阿拉伯,六十年前,嫁给了英国爱尔兰的公公 后面一家才搬迁到了博明汉 我最喜欢的是奶奶家的院子 每年春夏,前后院都是开满鲜花的树 午后还会有鸽子在后院吃食 毫不惬意